把球壓體形成一個雙殺來解決自己的危機 就這個球放落空時讓打者郭英文遭到了三陣 這一個球配得也蠻突然的 讓打者好像有點觸放不及 這個 外腳束球夠水準 但這顆球其實我倒覺得是 是最後打成界外那個球的一個配球上面的一個影響 就是說他先走完內腳之後再往外腳的一個快慢的一個內外的搭配 確實是混淆到郭英文的一個揮棒的時間差 接下來就是 近況相當不錯的林志勝 前一輪是獲得了一個四壞球寶獸 林志勝最近連四場比賽有安打 而且連兩場是敲出拳一打 昨天是敲出了一支再見的三分砲 在時局的下半 曾孫偉提到的另外一項建議也是蠻重要 他認為其實很多旅外選手都有給同樣的一個看法就是 要去就要有在那邊要出人同地的決心呢 這一球打到了左外野 落地形成一個平非安打 這一球林志勝是打得相當的結實 來 所以林志勝最近的攻擊情況真的開始慢慢變好了 沒錯 所以我們確認從那一些攻擊的一個擊球的一個強勁度 就看得出來他的擊球點跟時間差 都掌握得還蠻好的 那以林志勝他算是個動作喜歡做一些微調整的選手 但是他現在這樣的一個揮擊的準備動作跟打擊動作 就觀察來看的話 他這樣的一個揮擊的一個穩定度 會這樣是比較高一點的 那當然因為選手其實在球技的過程當中 都會對這種動作做一點小調整 李鋒華教練上來喊暫停 那林志勝這一戰打在有一分的打點 比數現在變成了一比二 那包括啊市隊的這個陳雲基也是講過同樣的建議 就是你要旅外的話 如果想說反正講者在那邊發展不好 還可以再回過打台灣的指棒 他說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在美國指棒那種高競爭的一個環境之下 就很容易退縮 然後統一就容易受到挫折就想 那那就算了 會比較容易放棄 所以曾崇偉也認為說 千萬是要有暴定的這個一勝的決心 一定要出人頭地的決心呢 再去這種國外來發展會比較好 是的是他的另外一個建議 因為畢竟以旅外來講 平時上你語言能力又不好 那你又陷入一點低潮以後 本來其實人很脆弱 很脆弱 一定會脆弱 年紀也都那麼輕 那十八九 所以你講你要一個十八九的小孩子 要多堅強 難度都是很高的 而且旁邊都妖魔幾萬 有年紀大的有年紀小的 世界各國來的 其實而且一批一批 你每年這樣一直選進來一直找進來 確實是很可怕 沒錯 而且每個人都是想要踩著你的肩膀往上跑 沒錯 沒錯 恨不得能夠在你的可樂裡下賭 沒有啦 這我亂講的 現在輪到忠誠又 一好球一壞球 所以你什麼樣怎麼辦 我想說把可樂換成烏斯基應該很可愛 加點吸引喔 這球 一棒落空 我真正的確實也提到 在國外的這個環境 其實是你稍微有一點退步或不夠好 教練立刻就把你的機會剝奪掉 等於是你的表現的機會 上場的機會等等 實際上就立刻讓給他們認為 比較有所謂有希望的人 那更何況 這個如果你還是在一個大聯盟就算 你可是你是在1A2A上面還有好幾層 那那種壓力就非常非常的巨大 沒錯 但這些都是過來人的一些經驗 的確也提供一些算是在高中 或許最近有幫接觸的這樣一個選手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建議 就是 球出現在是兩好球 一壞球 球出現在是曾宋衛頂接 前一輪呢 忠誠又打了一個阻礙的飛球被接殺 這球打成了一個三壘方向的界外 尤其是當每位選手 這些旅外的選手回來 他提到的點 若是都是差不了多少的話 原則上 這可能是我們從台灣到 美國去發展的選手 他們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對 共通的一些問題 沒錯 因為幾乎差不多 語言啊 或者是那種必勝的決心 大約是 差不多每位選手排名的 應該都是1-2 對 1-2 1-2 幾乎都是1-2 球撈起來打成了界外 那我也問曾宋衛 我說 當然有夢最美 有時候那個簽約金喔 如果偏低的話呢 那他是提到 因為小龍夢薪水非常的低 其實這個大家在報章面 也都有看到過 類似的報道跟 類似的這個報道 他說 在小龍夢因為薪水太低 你很快就會吃到你的老本 所以你的老本 就是你拿到的簽約金 那你的簽約金 如果不夠多的時候 哇 那個壓力又 第三種的壓力又冒出來 沒錯 那你再怎麼省 其實都還是有一些開銷啦 你不可能 這個事實上 我們很多旅外選手 也都很節省了 事實上 也不可能省到 都沒有任何花費 那所以他實際到說 如果你的簽約金不夠高 事實上 確實是要三思 兩好球 兩壞球 這個球 哇 結果棒子是 已經被迫出棒的一個狀況呢 形成了一個三陣 我在這個半局 兩名構思追回了一分 目前一比二 一分落後